这个刚刚大陆刚刚终止ECFA的部分关税优惠 因为我后面有很多跟战争相关的 我请了丽将军讲 所以这题我让亮哥来给大家说一下 大陆不是终止ECFA里面的12项吗 那明年元旦开始 那算一算我们会大概多缴163亿的税金 其实这个项目在所有的找收里面 其实应该算是影响比较小的 王美华说没有影响到就业 石化的高职化为了要走 所以要防范要关注什么 大陆石化产品大量倾销的问题 那龚明星也说 ECFA在台湾的整体出口低于4 没什么影响冲击有限 然后朱凤联也说 两岸经贸可以透过协商妥协来 妥善来解决 但是因为坚持台独不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破坏了政治基础 然后今天最新的一大早公布了 你看到大陆海关总署 即日起恢复输入的台湾石斑鱼 因为之前是因为有原因 像这个水果的话 像这个什么 那个叫 世家 本来是因为有虫 对不对 这个也是有问题 现在问题解决了就好 所以强调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的事情 好商量 大家感受到了善意 有硬的 有软的 怎么看 张伍岳老师说 大陆主要想凸显三个目的 政治互信 才有单边的让利 这个措施算是留有余地 也强调融合发展 好 我丢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的选举要到了 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还蛮有感的 放在这里面一起 这个美国 美国这个打选举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前纽约市长 有没有 前纽约市长朱莱安尼 他曾经担任过 这个川普的律师 那后来有两名选务人员 他们是一对母女 控告他诽谤 结果官司打下来 他输了 赔多少 折合台币47亿 他就是因为输了向法院申请破产 两个选务人员告导他 让这位很有钱的前市长破产 我想台湾选务人员看了应该蛮有感觉的 两个 这个大陆12月21日要公布这个制裁是 就是第一波了 而且他是 坦白讲他这个叫做 我们说我们要开炮 这个叫警告炮 就是落地 就比较轻啊 比如说他选择的是石化的上游 那上游产品本来税率就非常低了 这个税率大概平均大概两个percent 而且都是大企业 所以 王美华讲的没有错啊 目前没有影响到就业 为什么 因为受最大的影响的是台塑 台塑也出来 那可是他会亏 他的关税优惠就没了 那他大概会亏163亿台币 可是这个不至于影响到就业 这个我当然同意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没有第二波 如果第二波是针对 中小企业比较多的纺织呢 或者是机械工具业 那王美华是不是要到时候 要怎么回答呢 这个孔明星说 ECFA占台湾总出口低于4个percent 那总金额是205亿美金 那就是台币6000多亿 那你认为这个不重要 我跟你讲 现在经济部都刻意去用产值来算 那台湾的总体经济 当然科技产品那个产值就非常大 这个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科技业的雇佣人口才多少 我看到一个数字 IC半导体的就业的员工 大概2020年左右只有82万 我们台湾的制造业的员工是400多万 然后服务业是将近700万 所以你要想 这个ECFA接下来的冲击 如果是扯击 我说中国大陆这个第一手 这个就是张伍岳讲的嘛 说这个留有余地啦 因为ECFA当初是怎么 马英九就是担心会冲击到农业跟中小企业 所以特别去跟大陆谈的嘛 不然你如果要用WTO 我讲白了啦 早就开放了啦 你挡不住啦 那结果因为用ECFA嘛 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些 就用各种行政规定就没有开放 那在马英九时代因为两岸关系不错 他就没有追究没有计较 那蔡英文当选之后 他也概括承受 奇怪你不是跟大陆关系非常的紧张吗 那你怎么不去做调整啊 甚至后来还传出 那民进党自己讲的话 他说马英九是跪着转 我们是站着转 说我没有九月共识照样转啊 只吃到糖衣没有吃到毒药 所以就是对对对 哎呀你讲得真好啊 果然那个蔡宇露背得很好 这个大陆就越看越生气嘛 你想也知道嘛 我给你好处 然后你在那边讲说你站着转 然后只有吃到糖衣没吃到毒药 所以他就说那都到WTO算好了 那坦白讲这个根据WTO的规则 你一定全部输了 因为我跟你讲 他4月12号说要调查 我们经济部4月14号就立刻有回应 你听到他的回应你大概昏倒 他分三点 第一点叫做说 有啦我们有开放啊 我们开放了9800多项啊 这个叫鸡同鸭奖 人家大陆不是在跟你讨论这个啊 他是在跟你讨论2,509项 为什么你对其他国家开放没对我开放啊 不是那9800项啊 那个大陆也一样开放啊 第二个 他说大陆你不能这样做啊 你这样做会破坏全球供应链 那你不让人家进口不是就破坏了吗 那第三个说我们到WTO谈 那中国大陆显然就认为 你这个澡洲供应链是ECFA规范的嘛 所以我认为啊 他们故意只谈产值 然后不去谈就业 不去谈消费 不去谈联动 会不会联动到CPTPP的申请 我跟你讲 如果这个贸易纠纷在闹大 我们申请CPTPP这样就停了啦 没有国家会审你的案子啦 因为你在亚洲地区得罪了最大的国家 谁会审你入会案 我说CPTPP就停了啦 那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你会不会联动到 人家对你的整个投资的评估啊 实际上我们最担心的是就业 就业它一定会造成制造业 有相当多人失业啦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农业 农业我们的产值 大概GDP大概只有3% 可是它的就业率可能是8喔 那我们基地部就只看到3 没有看到8 对 那传产也一样啊 传产它就只看到产值 那产值你跟高科技业比 当然没有办法比啊 可是我跟你讲啊 这个是一种滚动的 就你不要以为只有ECFA 如果你这个互动 然后这个越来越紧张啦 那到了一个没有回头路的时候 它搞不好连采购 我跟你讲采购就是高科技了 你不要以为只有ECFA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采购 电子零组件有多大啊 你去想一想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 戴清德的国师啦 谢金河啊他就在讲啊 说他依赖我们啊 他非买不可啊 那我请问你啊 华为Mate 60 Pro 里面有台湾的零件吗 那那个苹果供应链 中国大陆的厂商 现在已经超过台湾的厂商 华为本来在台湾的采购量 一年大概高达1000亿台币 但如果政府跟他讲说 你绕个圈吧 要么就优先用大陆企业 了不起去买韩国的 不要买台湾的 你认为人家做不到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人啊 你看他那个回应的方式 他说哎呀 这个没有影响就业啦 不重要啦 然后一个说哎呀 只有4%啦 你怎么知道只有4%啊 你如果整个给人家搞乱啊 人家也不一定要跟你采购耶 我讲的是电子零组件哦 然后谢金河怎么讲 他说我们出口大陆 56%都是高科技啦 不用担心啦 这个刚好是台湾脱胎换骨的 最佳时机 他就这样讲 他真的这样讲 那意思说 那个只照顾到什么 100万人就业 那其他人就业你都不管啊 怎么会有这种政府呢 所以我说 这个就是因为 既然离选举只有20几天 他就想说打混过再说啦 打混过再说 我才不相信他们不知道这个 真的搞起来 你的冲击有多大 不可能不知道啦 现在都在故作镇定状 说没事没事这样啦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很客气啦 对啦 因为他就在想说 搞不好很有移营呢 因为这个一出手啊 要再拉回来 不好看你知道吗 有啦他都还是有一些出口啦 都会在里面嘛 他上到我跟你讲高税率的啦 还有中小企业的他就没有碰啊 他没有碰啊 他事实上今年还处置过 你记不记得那个石化业的PC啊 那个聚酸值 他不是做了制裁吗 四个公司都是大企业 他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大部分都是处理 联动的都是大企业 我觉得他是留有余地啦 对啊留有余地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石瓣鱼也开了嘛 对 所以大家就看得到 这个大陆的这个 那个就是龙鱼业嘛 对对台的思维 在选前三个礼拜 当然非常的敏感